气力通消息多台股持续往下跌 17号开盘又失守万三 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50点 台股也引来一阵土石流 开盘就灌破万三 指数最低来到12814点 11点后则反弹超过百点依旧震荡 金融电子股表现都很疲软 台积电开盘勉强守住400元 随后下挫最低杀到396元 跌幅超过3% 上周四国内边境解封观光肋骨 恐怕被认为利多出境 躲不过碟市 六幅精华王品雄狮凤凰都惨绿一片 所以没有心理空碟的情况之下 这个礼拜很快速的跌破万二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那么高 短线还是要保留比较多的现金 等待行情落底的时候再进场 因为现在大盘指数 没有什么落底讯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进场去摸底 这风险性还是蛮高 虽然台股杀的投资人血流成河 但根据主计总处调查 去年全台平均每人每月 可支配所得达31446元 持续创下历年清高 各县市中更以台北市 43351元最多 也是北市首度突破4万元大关 但民众有感吗 应该我们的普遍住家里 现在同盟那么严重 怎么可能 会有所得4万元 那是应该高层扶转 那我其实不知道民间几乎 也都这样讲 通膨持续加剧也难怪大家都很无感 根据统计可支配所得第二第三名新竹县市 平均都有34500元以上 桃园加以台中 每个月也都有3万元以上 数字漂亮归漂亮 但说到底民众无感也是没用 TVBS新闻石坤山运营捷台北 参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